电子代工龙头鸿海去年财报也出炉了 缴出了三绿三升表现 合并营收更是突破4.2兆元 税后盈余年增超过两成 EPS有8.85 去年受惠大客户苹果iPhone6卖翻全球 身为纯度最高的苹果概念股 鸿海获利表现确实惊人 成功创下三绿三升荣进 单季营益率在线睽违依旧的4% 创下20个季度以来新高 我们有很多的技术 投资十年才磨一件 我们这十年来磨了很多件 那今天不在于本业 我们本业我告诉各位保证 我们往后十年绝对是连续 一定会连续成长 苹果大尺寸手机发威 推升鸿海去年第四季获利登高 直接在动全年表现 累计合并收4.21兆元 年成长6.6% 税后盈余达到1305.34亿元 年增率高达22.34个百分点 EPS8.85元 再攀历史新高 过去鸿海公司再怎么样 什么金融危机 什么危机你们看到 我们几乎没有衰退 今年我给你讲两个时 利润的成长 我想不会低于18 我们有把握 营业额的成长不会低于18 我们也有把握 从公布的财报来看 之前市场调单传言不攻自破 展望第一季鸿海预估 客户苹果iPhone 6 6 Plus 出货动能 渴望延续到季底 带动第一季整体业绩 有望优于去年同期 再度展现超强赚钱实力 福利宣承建委台北报道